美国绿党总统参选人斯坦25号透过面子书宣布 已经要求三州重新计票 斯坦一共要求三州 威斯康辛 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州重新计票 威斯康辛州选委会表示 已经收到重新计票的要求 下个星期就会重新算票 两个星期前的总统大选 特朗普在这三州都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虽然威斯康辛州只有十张寻寻人票 但是加上16票的密歇根和20票的宾夕法尼亚 如果推翻成绩的话 希拉里就有望从特朗普的手中夺下总统宝座 提出重新计票要求的是美国著名电脑专家哈德曼 他指出分析显示 希拉里在依靠电子设备计票的城镇的得票率 都比预期低 引发黑客攻击网络篡改成绩的说法 NDP7 综口报道 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轻轻,非常轻轻,非常轻轻, 非常轻轻,非常轻轻,非常轻轻